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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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学习辅导原则上 最重要的策略是让学生醒着 是基本的 他是醒了 那再高一点层次呢 觉得有趣 再高一点层次呢 激发了他的好奇心 对不对 好 所以你们今天要讲的PBL 主要你们是希望看PBL 但是我会搭配PBL 然后现在最新的谈到深度学习 所以这个深度学习 它涵盖了所有的 你们讲的学思达啦 你们讲的什么逆向思考啦 讲的PBL TBL等等 这些都是希望让学生可以深度学习 深度思考 所以有一个例子 我同学因为师大 然后毕业去国中 然后辅系英文 有一天他就很高兴的来跟我们说 他今年国三这一班的英文 他分析得非常的清楚 学生听了都说 老师好棒喔 我们都听懂了 因为老师分析很清楚 学生都听懂了 我听到这个话的时候 还不是很确定 所以有一点担心 那已经三十年前了 二三十年前了 有一点担心什么 是老师分析得很清楚 不是学生分析得很清楚 所以老师分析得很清楚的时候 学生就老师说 如果这样就怎么样 如果那样就怎么样 学生说好棒喔 这样那样 老师都分析好了 可是当你上了考场的时候怎么样 题目是怎么样 混在一起啊 谁帮你分析好让你作答 所以这样混在一起的题目 学生就 嗯 这个是要作答什么 那个是要作答什么 所以当考完之后 我同学英文复习 成绩出来 他痛哭 我教得这么好 学生称赞的要命 为什么考不好 好 那原因 从刚刚的描述到现在的结果 原因有哪些 学生没有想 是老师分析得很清楚 讲给学生 学生听了说好棒 学生是这一类这样做答 那一类这样做答 那一类这样做答 然后这个实态 那个实态 所以呢 千万要记住 大学老师不要一直讲 掏心掏肺的 你所有的专业通通想要 让学生学会 那他就只好在下面睡觉 因为大学的也很疼 然后学生也许不太懂 好了 前面没跟上 后面更无法跟上 所以就昏睡 那请问等一下 教授们会不会昏睡 也会 昏睡是正常的行为 所以要怎么样 不要让大家昏睡 就跟你在课堂上 怎么样让学生不要昏睡 所以是一样的 一样的问题 好 那现在差不多了 那我就开始先讲 这个 你们要讲的PBL 那你们看你们的那个讲义 临时请田老师来 田老师在哪 你知道这在干嘛 那就要麻烦你了 你们现在要尽量的抛问题 找出问题 然后请田老师能回答的 帮忙解释一下 好 来 要抛问题 那每一桌要有一位 稍微简单记一下说什么问题 不要忘记 好 赶快现在给你们三分钟的时间 好 注意等一下开始提问的时候 要把困扰的问题提出来 而不是批判这个老师 所以说在金字塔架构的部分 可能如果是就学生的立场的话 还会需要再跟起初一点 就是比较主要说怎么去达成这样的一个 发想的思考架构构构去完成老师的计划 所以这边可能我们 第一次结束 因为他有写SCQA 金字塔架构 所以这个金字塔还跟我们文科的讲金字塔 好像还不一样 他是用CQA 所以他的金字塔 你要不要说一下 不过以这边的SCQA金字塔的所有话 其实就是你可以用一个情境的方式 比如说现在办法理业他有情境 情境我们现在都很强调 那他的金字塔有几层 几层 几层 就是看当下 一般像对面对学生的话 其实不会用那么深入 好 因为你要让他们先了解一个大方向 因为我一开始讲戏了 他们都会不一样 因为那边跟那个研究会不一样 他人选的就是要管 你要是讲得太细 他也会不会听懂 因为他们不是说 所以你回答的 有沒有回答到你的问题 就是如果我想他来做就是模仿 对 因为当事人在 他没有办法很明确跟你说 SCQA的金字塔 长什么样子 但是 请把手机拿出来 我们在大学不限手机 当然学生会玩手机 不听你上课 可是呢 对 你们现在 你要经常让学生找东西 因为他既然抛了问题 那我们就要 要不就是老师说 要不就要让学生说 好 现在你们来看 SCQA金字塔 长什么样子 有四个 这位同学最快找到 好 那S就是情境嘛 对不对 C是冲突 在这个情境里面有什么困扰 Q呢 就是你要确定这个问题 最后寻找答案 好 所以跟我们的金字塔 学习金字塔是不一样的 他就是S情境 CQA 好 那这一个 了解了吗 哦 非常的好 来 第三组 先提一个 请教那个工具 工具 工具 它为什么是 每一个阶段 照说那个阶段是 一个Project 一个Project 它按照时间走章 但是它的工具是 有时候用A的 用C的 用 工具跟我们那个 核心能力的对应 关系 它为什么不是一个模组的工具 对应的能力 是 你的问题也是我的问题 哦 那个编号是什么意思 工具吗 工具 工具的编号啊 不是吧 是哦 工具编号 工具编号 轎边游行 那为什么SWAT 然后那些什么 简核等等这些是B1 C2 吸屬於吸管 這個是之前就定好了嗎? 這是正常常管的另外用 是 是 那所以它的C2是5W2H1C 果不認知幾定嗎? 應該是可以 應該可以哦 哦 那因為這個印出來的時候 他就直接用了那個老師訂的工具編號 對 他沒有付那個 所以會讓我們困擾 我們沒有 沒有 現在如果我們只是看這一個 那我們會不懂那個編號是什麼的編號 那你們有很細心看到是工具的編號 工具為什麼這樣編 那說也有事先大家可能討論一定出來的 好 我要說他的優點就是 大家都以為TBL 就只是一種策略 一種模式這樣子進行下去 不是 他要運用很多小的創意設計的技巧 然後角色扮演任務挑戰呢 他會有很多種的小策略 來讓學生可以探討一些問題 這一個呢 是我們開場 一開始先讓大家知道 我們是要 我們是要問問題 然後呢 我要回來 回來讓你們看 不管是學師打PBL 或TBL 等等 各種的這個策略 模式 其實他都是希望 我們可以讓孩子深度學習 什麼是深度學習呢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有一本書 他在講深度學習 也有人在研究這個部分 那大家看 失敗不應該是終於 好了 我又要講一個例子了 這個例子呢 國祥老師 他是成人了對不對 國祥老師他有一天就告訴我說 老師 老師 我的行動研究失敗了 你們要是聽到有老師跟你說 我的行動研究失敗了 你會產生什麼想法 是 是 那應該這樣失敗呢 應該是另外一種當中 就是這個無效 對喔 那個誰呀 愛迪森還是誰 就說那個是沒效的 我沒有失敗 我成功的證明了這個無效 好 所以我下一段跳 我就問他說 你是做時針研究還是行動研究 他說我做行動研究 行動研究有失敗的時候嗎 行動研究要第一次 好 好在哪裡 不好在哪裡 第二次 改善了什麼 還有什麼問題 第三次 所以行動研究 沒有說做一次就叫失敗了 所以失敗不應該是終點 你們要給學生這觀念 好 不然他很害怕做不好失敗 好 那所以呢 他覺得 學生覺得失敗 應該是再次行動的起點 好 然後呢 其實 我們要做很多創意設計 尤其是你們 跟企業合作手 這個真的挑戰很大 那挑戰讓那個有創意的人很興奮 能成功的大好機會 但是對沒有創意的人來說 這真的是可怕的經驗 好 那有的時候要畫個海報 對有創意的人來說 他的海報這樣設計 那樣設計 對不會畫的 不會設計的 那真是一個大災難 好 所以在深度學習的時候 並不是每一個科目 我們都很擅長 不是多元智能嗎 對不對 你擅長什麼 他擅長什麼 每個人擅長的不一樣 所以當你要深度學習的時候 最好是分組 分組 那分組呢 你們知道吧 分組的時候 有時候有時候都是小組長在做 對不對 所以要怎麼避免 這個是可以去思考的 好 然後讓每個人互相的學習 然後如果學生做的是他感興趣的 有好奇心的 喜歡的 他會 哇 半夜不睡覺都在做 有沒有 有沒有碰過 有齁 大家都有這個經驗 所以問題是我們怎麼樣去喚起他們的好奇心 好 那什麼時間點 什麼時候去喚起 好 再來 來喔 深度學習的六個全球素養 六CSS 這六個是品格 公民素養 協作 溝通 創造力 批判思考 好 怎麼只有六個 我們現在素養很多很多欸 好了 我們來看看 品格跟這一個 這個線裡有哪去啊 四 四六 八 六 四六 八 對 你的眼睛正好 我的眼睛已經模糊了 好 所以品格跟情緒跟服務 跟團隊都有關 人 公民素養跟什麼有關 協作跟什麼有關 溝通 創造力 批判思考 好 現在2020的這樣 可是我告訴你 2020之前的素養是2015提出來的 2015 五年前到現在2020全球素養對不對 接下來更快 2022素養又變 但是呢 他也知道要開始合併 整病 要不然太多素養 需要培養 所以合併 整病 來 分析思考和革新就變到一塊 活化學習和學習策略就變到一塊 這裡是要加強的 這裡是不要太花太多時間去死背記憶 這一些 而這一些是要大大的提升學生的能力 所以 請看 深度學習呢 請注意了 世界在改變 課程也跟著有所改變 美國史丹佛大學的願景 誒 2025 5年後 可見他現在還沒有做到 沒有做到什麼呢 沒有做到這個 請問 史丹佛大學的學生 你主修什麼科目 好 請問你是哪個系的老師 系 系名工業設計系 工業設計系 好 那你們的學生就會說 你主修什麼 我主修工業設計 好 這是現在 現在這樣講 史丹佛的學生 2025的時候 不會說我主修工業設計 他說我主修生物 我主修工業設計 我主修資訊科技 然後還沒講完哦 我學生物學士 希望以後可以減少世界激光的混 知道他的意思嗎 你們現在可以開始哦 好 要讓學生知道 他念你的科系 是要能夠 當然要為了地球奉獻 也要為了自己的人生規劃 再來素養 什麼是素養 這個在18歲之前 現在新克剛出來 大家就知道 不要只有知識 知識 知識 知情意形通通都要具備 而且要用真實情境 注意要真實情境 現在發生的問題 讓學生去思考 然後要讓學生討論 你看我一開始都沒有解 就讓你們開始抓問題 好 解惑 提出問題很不容易 要討論 最後要實踐 這個是在目前比較少看到的 那在有些科目 我覺得做得不錯的 就是他的實踐是把他 教過的這些東西 討論過的這些東西 最後讓學生去做服務 向高中計職教育 他上那個理財 然後儲蓄的觀念 理財的觀念 然後這些高職學生 就要去規劃 用什麼活動 讓國小學生 接受理財的觀念 所以既職 高中就去做服務 這個是不是實踐 是啊 有年復留意 只要上更加 盡力不足 只要消滅 時要利財 時要失望 和高中計 基地 成立就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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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y to remember the times of September When you were a tender and fellow fellow Try to remember and if you remember Then follow, follow 各個科系各個行業都可以做出一生會心 Try to remember the times of September When love was a tender and fellow Try to remember and if you remember then follow, follow 剛剛說的是我們要讓學生怎麼樣及早 尤其大學生及早感受到社會的需求 好,這裡沒有辦法讓你們舉例了 我要趕快講 好,所以呢 給學生專業知識之後 讓他要解決真實的問題 好,那這個就是有很多的研究 在不同的領域 好,再來就是他的步驟了 步驟呢 不是一次解決 所以使用PPL的教師 你今年上學期下學期 明年上學期下學期 慢慢的老師也要累積經驗 好,不是一次就會非常成功 所以慢慢累積經驗 那我在這裡呢 是有畫了一個歷程圖 這個PPL這個黨會給你們 對,在電腦桌上 PPL 首先 不是要從生活經驗問題當中啊 產生問題意識啊 對不對 那也許今天看到的這份講義 那我們產生的問題意識就是 啊,這份講義我學到了什麼 哪些地方我可能會想要怎麼調整 對不對 這個講義 好,符合生活情境 然後呢 建立結構 也就是要把問題結構化 我的目標是要達到什麼 然後你就要學生開始 學生 學生產生問題 然後 具體 把問題具體化 建立結構 去調查 調查之後發現 可以解決什麼問題 不能解決什麼問題 所以再回過頭來 調整結構 再進行 訪查 再檢視 收集的資料 好 所以呢 也許兩次三次之後 它就可以產生成果表現 然後評估這個表 我的 我調查的結果跟解決問題有什麼樣的連結 是不是解決了問題 到底有沒有解決了問題 所以一開始先要有 情境問題 然後讓它具體的去 調查 調查一次 調查兩次 調查三次 看能不能處理到基本 最後了解成效如何 了解成效如何 那老師在這過程當中 因為講義上面 背面會有說 註教的觀察 有沒有 註教要觀察什麼 可能你要訓練一下註教 好 所以設計問題 發現問題 這個問題 有的時候會需要跨領域喔 不是在你的領域裡面就可以單獨解決的 看你的問題的複雜性 跨領域的部分是現在很重視的 好 第二個是 接下來就要選擇 跟你們課程有關的 教師做好事前準備 是不是有這一些的資訊 老師都要先找好 有哪些資訊 再讓學生去找 不然老師不知道哪裡有資訊 學生問你 你也不知道怎麼回答 好 再來是 這裡是我舉別的例子 跟你們比較沒有關係 好 這裡 第二個要建立結構 進行訪查 所以你的點子是什麼 但是現在的事實是什麼 你的點子是 大家現在都打疫苗啊 都戴口罩啊 但是事實現在沒有疫苗啊 只能戴口罩啊 但是戴口罩是不是很悶啊 我為什麼講的時候都不能戴 因為我會悶死 悶死 所以呢 上課的時候 你們戴好啊 那這個就是要填進去 他到底調查了什麼事實 然後還有什麼樣的問題 報復性旅遊會出什麼樣的問題 本來三四月的時候 我買票隨時買都有票回花裡 現在又不能了 都要半夜12點買票 因為都爆滿 好 那這個是要學生填這樣的資料 你才好 進行評估學生努力的情形 這個是另外的例子 好 好 在接下來剛剛不是調查調查調查之後 好 這時候學生自評 同儕 因為他們是團隊做的話 同儕 好 互評 然後針對問題評鑑 教師觀察評鑑 都在你們的這個計畫當中 好 好 那這裡 教師扮演什麼角色 設計課程喔 那既然學生做老師還要設計課程嗎 當然要 老師更累耶 如果老師講的話 是不是很輕鬆啊 要設計這個很累 對還要設計題目 等一下給你們看 那引導非領導 協助非講述非直接指導 那學生扮演什麼角色啊 主動管理 自主管理 學習 搜尋資料 現在學生要會搜尋資料 不會指示打電郵 然後承擔學習責任 具獨立性、行動性、創造性 這是學生要扮演角色 那這些角色跟2020所需要的素養 夠不夠啊 我們可以再檢視 因為這個是20年前他們提出來的 可是現在2022可能又會需要調整什麼樣的策略 好 好 這些是相關研究 那我說另外一個是TBL 為什麼PBL要跟TBL做一些的連結 也就是你們剛剛看到的金字塔 跟我說的學習金字塔 不太一樣 老師講 啊 學生只學到5% 學生閱讀講義 看錯意思了 好 好 又看又聽 不錯 學了20% 老師示範 更好一點 討論 可以學到一半 然後呢 實際操作 你又討論又操作最好 又討論又操作 最後是要應用實踐 實踐的話學得更好 好 好 所以傳統的老師講述 直接教學的跟互動的方法是不一樣的 好 好 那我現在給你們看一個例子 怎麼樣進行團隊導向學習 你看喔 這裡是傳統 這裡是團隊TBL 好 閱讀 閱讀一點 評估一點 運用一點 運用很多 講述很多 運用很少 所以傳統講很多 用很少 好 好 這個是他的差別 傳統的跟授課的不一樣 我用你們不太熟悉的例子來 所以不要緊張 這只是做練習 好 1 2 3 4 5 6 塊錢 好 第二階段 第一階段 閱讀 第二階段 自己做的 第三階段 把這一張拿起來 花花卡拿起來 來 你要看喔 第一題 你是選1 2 3 4 你們小組討論 第三階段小組討論 來拿銅板出來 拿銅板出來 你覺得是哪一格 就花哪一格 看 還可以刮第二次啊 就第一次說 喔 不是 第一次刮說不是的時候 不是 是 是 那是你 是 第一次刮說不是的時候 可以刮第二次 小組長要跟他們講理喔 是 第一次 第一次掛眾三分 第二次掛眾兩分 第三次掛眾的一分 六題要加起來看總分 我跟你們說 醫學院的教授 就每次上課就這樣計分 這樣計分 那學生都包括了 我不是用來計分 我的重點是下一個步驟 下一個步驟是幹什麼呢 跟老師來辯論 各位同學 第四階段 是各組跟老師認同 第一題溝通時要注意對方的什麼 你們選的什麼 都對喔 好棒喔 昨天有閱讀 好研究發現 溝通的時候肢體表情 肢體動作 佔溝通效果的百分之多少 50% 好有閱讀 但是這個不好 什麼不好 不要都出固定答案的題目 所以接下來就不固定喔 會有模糊的答案 你很晚才鬼鬼祟祟的溜進來 這一句話是哪一種溝通訊息 那個第一次就答對的舉手 你們 你們有第二次答對是不是 好 那你為什麼說鬼鬼祟祟溜進來 是 是答案是什麼 答案是夸當 你為什麼第一次就選花呢 抱歉啦 抱歉我跟你們注意到 我們第二次才會 好 你第一次選 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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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第一次選觀察 大家很多人都選觀察 因為他觀察到 你們第一次選 那負面的一樣說 標籤話 對啊 標籤話 對 好 很好 非常好 那為什麼他答案是夸當 是因為呢 你觀察到你要客觀的說 你為什麼說他鬼鬼祟祟 人家可能怕吵起你啊 所以小聲的啊 對不對 那你們說標籤話 有一點 那為什麼是夸當 因為如果說 你很晚才鬼鬼祟祟祟 像小偷一樣的 你有聽嗎 這就標籤話了 小偷 你的聲音真的很甜美 聽起來好舒服 這句話是哪一種讚美 你們第幾次答對 都沒對 都沒對 對 對 你第一次就答對了 所以是哪一種 具體 具體 第二次答對 第一次你們是 第一次你們是 第一次你們是打熱情 好 你的聲音真的很甜美 聽起來 好舒服喔 這次的熱情啊 對不對 對不對 你的聲音很甜美 聽起來好舒服 這是個具體 對不對 所以呢 這一題 答案是具體 對不對 可是你要會自己辯護 你要講什麼 你要學身體 你要說服老師 你要說服老師 你為什麼選熱情 他想要進一步的 教我們學習啊 他想要進一步教我們學習啊 對 所以他講話的時候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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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現出他的熱情 展現出他的熱情 哦 所以呢 所以呢 你們覺得老師這個答案具體 嗯 有一點 有一點 雖然他是具體的描述 但是沒有把他的那個 熱情情感放進去 好 老師覺得你們的理由也很不錯 所以一跟三都得分 欸 一跟三都得分 那你們是第幾次嗎 你們第一次就得 你們第幾次得 你們第幾次得 加三分 對 好 所以你不要害怕說 欸我的答案 是不是標準答案啊 不是更好啊 好嗎 所以有一點要讓他距離力真的 那種題目很好啊 培養學生思考的能力 所以這個題目呢 會有固定答案的 讓他有閱讀的 基本的 會 然後呢 有模糊的 但是你可以有固定答案 還有 你故意讓他可以製造機會 說服老師的 好 那這個是不是深度學習啊 啊 就會讓學生很想能夠 說服同學 說服老師 好 這個就好像那個 瓜瓜樂的嘛 那我給他剪三條 省著用 而且是小組 一張就好 我就不會太累 每個人一張弄累死了 那請問有人就會說 哎呦 誰還用這個 現在有卡戶 對不對 可是卡戶有這個好玩嗎 好玩 所以呢 而且還要辯護辯論 好 那這個就是我今天呢 給大家示範的 那這個就是我今天呢